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宇凤行正式杀青。 林更新机动落泪,赵丽颖晒出两人亲密合影。 历经近五个月的拍摄宇凤行终于杀青了。 该剧六月开机,从盛夏到深秋,一口气拍摄了四个多月。 中间断断续续一直都有路透出来,主演赵丽颖, 林更新的造型也曝光得差不多。 由于两人世纪楚桥传之后再次合作,所以关注度非常高。 四日下午杀青之后,官威也进行了告别,表示敬请期待。 随后,主演分别晒出了自己告别角色的视频, 赵丽颖杀青时一身红衣批发。 虽然造型简单,但是状态极佳,整个人看着非常动人。 男主林更新造型意外撞了宇文月,就是发型过于收紧。 导致整个人看着五官很大,不过他本人确实瘦了,清爽十足。 现场沙青的视频和照片也不断流出,林更新也是个性情中人。 沙青直接哭红眼睛,堪称猛男落泪,赵丽颖在旁嬉闹安慰, 众人其喊杀青。赵丽颖还晒出剧照发文感叹, 一整个夏天,与神同行。 这里的神,自然就是林更新饰演的角色行指神君, 也难怪林更新会不舍。 经历几个月的相处一定是有很多回忆的, 结束难免伤感。 这还不够,赵丽颖短视频账号还四处了更多,幕后花絮照片。 本人手捧鲜花,脸上涂了沙青蛋糕,笑容灿烂地分享沙青喜悦。 还有自己生日时跟林更新的多张合影, 其中一张林更新搂着赵丽颖。 两人笑对镜头,非常亲密无见。 这一下子就让星月CP粉得到了巨大满足, 当年两人凭借楚桥传收割了一大票粉丝。 因为原著支拍了一半, 男主与文月沉湖之后戛然而止, 让不少观众一难评。 另外,据说为了如星月CP粉的愿, 与凤行特意增加了女主下水救男主的戏份。 还有兔子灯等情节,直接梦幻联动了。 而且该剧还是赵丽颖本人担任监制, 话语权更大,不用担心配角加戏和魔改了。 男主林更新也十分给力, 进组前就在减重, 进组后直接受了一大半。 如今就期待新剧正式播出了, 不过最快也要明年夏天了, 希望成果能够令观众满意啦。